嗨,大家好,我是索菲亚。这里是慢速美语口语练习。希望你喜欢。OK,Let's start! 嗨,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打招呼用语。 首先呢,我们学习一个探词。嗨,表示问候,你好。发音是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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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接下来呢,我们学习新的声词。这个声词是副词。 怎样?如何?发音是嗨,嗨,嗨。注意,中间的原因是嗨,嗨,连在一起。嗨,嗨,嗨。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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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is, is, is 这个词是代词 指无生命的东西,动物,植物 意思是他,这,那 发音是it, it, it, it it, it, it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在go的后面 加上ing 他的意思呢,就发生了变化 意思是,事情进展,进行 那么这种形式呢,我们也把它称为go的现在分词形式 叫going going go 后面加上ing 连在一起 wing 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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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句子 在说话的时候呢 往往会发生连读 注意 how how 他的尾音 what 和 is 他的手音 i 发生了连读 读成 we we how we how we how we we how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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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it 首音 i 连读为 z 所以呢 前三个单词 它的连读 发音是 how is it how is it 第三个单词 it 这个t 把t 发音的位置流出来 憋住气 不发音 然后 紧接着把 going 发出来 这样 这句话就读成了 how is it 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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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is it going? How is it going? 你好吗? 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个男子的名字 这个词是名词 Tom 发音是Tom Tom T O M Tom 读这个音的时候,要注意 O 这个音 要在你的咽喉区 靠近喉咙这个部分 把这个音发出来 它不是Tom 它是Tom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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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O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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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我们把打招呼用语 Hey 手字母大写 后面加上逗号 放在How is it going?的前面 然后 加上一个逗号 再加上一个男子的名字 Tom 后面加上问号 同学,请仔细看 这句话有什么特点吗? 对了 他在Tom的后面 加了一个箭 加了一个箭头 用了 向上升 向上扬 那说明它是一个声调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们学习了 How is it going? 它的后面采用的是降调 那么为什么 在这句话当中 同样是 How is it going? 加了Tom 的后面 就用了声调呢? 原因是 当你 看见对方 首次 你首先 跟对方打招呼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要用声调 好 我们看一下整个句子的发音 How is it going? How is it going? How is it going? 注意 末尾 Tom 你采用声调 就是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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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来一遍 Hey How is it going Tom? Hey How is it going Tom? Hey How is it going Tom? 然后呢 然后呢 在熟悉的情况下 我们再加快语速 Hey How is it going Tom? Hey How is it going Tom? 怎么样 Tom? 这个词 这个词是形容词 相同的 同一的 无变化的 无变化的 就是没有变化的 就是没有变化的 发音是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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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注意中间的原因 你要发的饱满 Say 后面有个E 发出来 Say 最后加上鼻音 M M 雙唇紧闭 让音 顺着鼻腔出来 M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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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 形容词 陈旧的 古老的 年老的 他的发音很有特点 注意 第一个音是双元音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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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发到这儿的时候呢 这个音呢 是要用你的舌尖 去抖你的上牙膛 当你的舌尖抵住上牙膛的时候 把这个音同时发出来 那就是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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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加上 D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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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舌尖向上顶 顶到上牙膛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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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呢 我们把刚学的两个词 same same 和 old 组成一个 词组 意思是老一套 同样的旧的事物 没有什么变化的 那就是老一套 发音是 same old same old same old 那么注意 我们在句子的时候呢 它的发音呢 往往会出现连读 那么same 它的尾音 雙唇紧闭 让音顺着鼻腔出来 m 就是m 相当于我们的汉语拼音 m 这个词和 old 它的首音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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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连读 进行连读 那就是 m a m a ma a an a a gp a a SAME OLD 下面呢,我们把 SAME OLD 加上一个逗号 再重复写一遍 SAME OLD 首字母大写 句末用句号 这个时候呢,就构成了一个 新的句子 老一套老一套 没什么变化 我们把它意义过来就是 没傻事 没傻事 没什么事 好,发音是 SAME OLD SAME OLD 还记得吗? 刚才我们进行了连读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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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E OLD SAME OLD SAME OLD 那么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呢 往往啊 OLD 这个OLD 也是把它憋住气 把位置留出来 直接和后面的音进行相连 MODE 整个这句话的连读 它就发生了变化 你听 SAME O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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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D这个音的时候呢 用你的舌尖 抵住 发D这个位置 就是上齿银 就是上齿音这个位置 憋住气 把位置站住 不发声 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叫做点到位置 好,我们再来一遍 SAME O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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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啥事 你学会了吗? OK 我们接着看下一页 这个词是动词 希望 我希望对方怎么怎么样 我希望什么事情会怎么样 这个希望 发音是 HOPE HOPE 首音是 H 中间的原音是 O O HO HO 最后的尾音 发音是 P P 它不是P 它是P 轻声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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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是 形容词性 物主代词 你的 或者 翻译成 复数形式的 你们的 有两种发音 第一种发音是 Yo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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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的原音是 我 我 后面加上 儿 我 前面加上 耶 Yo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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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发音呢 我们把中间的原音变了 变成 呃 呃 后面再加上 儿 儿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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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呢 有两种发音 You're You're 耶 耶 那什么时候用到 耶 这个音呢 往往呢 他在出现连读的时候 他为了省力 就不把这个音呢 读得特别的重 他读得比较轻 就用 耶 耶 好 我们再读一遍 Yo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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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耶 耶 这个词是名词 白天 一天 一日 白昼 都叫天 发音是 day day 发这个音的时候呢 同样注意 它的原音 你要发的饱满 a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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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这个音的时候呢 要有一定的节奏 你不能直接上来 day 他就 没有这种语调的感觉了 所以呢 你要把它发的饱满 a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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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的意思 是 B的第三人称单数 用于 现在时态 发音是 is is 注意 这个原因呢 发音是 e e e 这个音非常重要 啊 它不是我们所说的 1234的1 它不是这个音 而是 e e e 用你的舌尖呢 抵住下齿音 这个位置 但是这个舌尖稍微的向上抬一点点 e e 然后再读 z e z e z e z 这个词 这个词是形容词 意思是 叫好的 更好的 能力更强的 发音是 better 注意 注意 第一个原因是 e e b e b b b 第二个原因是 e t e t 后面呢 加上一个 er t t t 那么在发整个音的时候呢 这个t 要有变化 它就变成它相对的音 得 而且呢 只 发出一点点 它的着音的感觉 得 你不能发的太重 如果你说 得 他就太重了 就不好听了 要轻一点 der der 中音在最前面 bet这个位置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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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读 bet der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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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词是名词 名词 今天 今日 还可以当现在 当今 当代来讲 发音是 t better t 注意 这有一个小小的符号 这个符号呢 叫重音符号 它标记在了 得 这个音的前面 说明我们在发 得 这个音的时候呢 就要比 t 这个音呢 要重一点 音呢 要稍微高一点 所以呢 你在发前面的 t 这个音的时候呢 要轻一点 t t 然后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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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起来 tt 你听 是不是前面的音 比较轻呀 后面的音呢 要重一点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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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呢 我们把刚学过的 这六个单词 放在一起 组成了一个 新的句子 意思是 希望 你今天 过得更好 好 那么这句话 是不是非常实用呀 我们经常说 希望你过得 怎么怎么样 希望你 今天 过得更好 第一个词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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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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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p 和后面的 ye 进行联读 联读的时候呢 往往他会把这个p 读成他相对的音 b的轻音 b的轻音 b hope yo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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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是 day da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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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到这个符号了 同样呢 这两个词也发生联读 我们就把它读成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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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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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前四个词呢 他就读成了 hope you're days hope you're days 接下来第五个词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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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词 today today 我们把整个这句话连起来读 hobe your day's better today hobe your day's better today hop your day's better today better today hope your day's better today 这个词是动词 感谢 谢谢某人 为某事道谢 发音是 t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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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音 注意第一个音 它是用你的舌尖 舌尖 贴住上排牙齿 贴住上排牙齿 通过牙齿和舌尖的缝隙的摩擦 发出的气流的声音 因为你的舌尖和上排的牙齿的缝隙 产生了摩擦 所以它的气流是不那么通畅的 正因为气流不通畅 它才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 第二个原因呢 发音的时候呢 要求你的舌尖 抵住下齿音 注意是下齿音 然后 口型张大 嘴角呢 还要向两边 夸张地裂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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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把前面的音和啊 连起来就是 咋 咋 后面还有一个音 这个音呢 是鼻音 这个音怎么发呢 是要求你的嘴巴 是张开的 啊 不能闭上啊 是张开的 看 就相当于嘴形 是张开的 然后呢 上下牙齿 你的上下牙齿 也要分开 分开 让这个音 顺着鼻腔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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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z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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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上k zan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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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zan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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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代词 你 你们 它有两种发音 一个是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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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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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学习一个名词 男子名 CE 发音是 J J J 出音 第一个音是 J J J 第二个音是 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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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姐 怎么说呢? 第二词 thank thunk a unk thank thank 你 you 然后注意 k和you 连读为 kyou k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结就是 j j thank you, j thank you, j thank you, j 谢谢你,姐 thank you, j 那么 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用 ye 这个发音 就比较随便 比较 比较省力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j 也可以 好,我们看下一页 接下来呢 我们学习新的声词 我们学习新的声词 这个声词是副词 怎样 如何 发音是 好 好 注意 中间的原因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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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学习一个动词 拥有 有 它有三种发音 第一种 中间的原因是 呃 呃 蛤 呃 蛤 呜 蛤 蛤 蛤 第二种发音呢 是吧 去掉了 剩下的是 呃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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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发音呢 中间的原因是 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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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呢 我们使用 蛤 蛤 蛤 在句子当中呢 有的时候涉及到连读了 用 蛤 蛤 还有的呢 它呢 为了省力 还把 蛤 去除 直接用 蛤 蛤 蛤 OK 我们记住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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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代词 你 你们 它有两种发音 一个是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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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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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是动词 是 有 它是 be的过去分词 发音是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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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就由四个生词组成了一个新的句子 手字母大写,句末用问号 意思是,你一直以来,好吗? How How Have Have You You Been Been How Ha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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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n 这个词呢,它有很多种意思,我们暂时呢,列出三种,第一种呢,它可以当副词, 如此,如此,这么,确实如此,第二种呢,它可以当连词,所以,因此,第三种呢,它可以当代词,这样,发音很简单,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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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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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 发音是 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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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啊 末尾呢 它是降调 收 收手 收手 收音呢 是发音比较平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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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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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词是探词 表示同意 好 可以 发音非常简单 OK OK 看 它的重音呢 在这儿 所以呢 你在发前面的 O 的时候呢 要轻一点 然后呢 再接着 K 稍微重一点 它就读成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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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学习一个动词 拥有 有 它有三种发音 第一种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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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发音呢 中间的原因是 ah ah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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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使用 have 在句子当中 有的时候涉及到连读了 用 have 还有的呢 他呢 为了省力 还把 去除直接用 have ok 我们记住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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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是 冠词 一 任一 美一 一共有两种发音 我们用的比较普遍的是 呃 呃 呃 当然了有的时候呢 他也像字母一样的发音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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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这是个形容词 好的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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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的原因是 or or good good 这词非常简单 啊 我们说过的数词 数词 它的意思是一 一个 一岁一点钟 啊 都用这个 万来表示 那么另外呢 他还可以做代词 代词 代替 一个人 代替 任何人 代替 人们 啊 代替 那个人 还可以代替 特质的那种人 反正呢 它的用途非常广泛 那么今天呢 我们所学的这个词呢 啊 还可以代天气 啊 比如说 前几天我们学过的 代 那么这个 wan 就可以代替 代 所以呢 它的用途啊 非常广泛 我们把它记一下 它的发音是 w an wan wan 发这个音的时候呢 注意它的尾音 尾音是呢 你的舌尖 要抵住 上齿音这个位置 不要动 不要动 让你的音呢 这个音 顺着鼻腔出来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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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刚刚 我们把刚刚学习的这四个单词 放在一起 首字母大写 句末用句号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句子 祝你今日愉快 祝你今日愉快 祝你今天愉快 have have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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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 wan 注意 在这里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它没有发生连读 但是 这个 t 发t 用你的舌尖 抵住上齿音 把位置留住来 憋住气 然后 顿一下 直接和后面的词相连 good w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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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前四个词 它就读成了 have a good wan have a good wan have a good have a good wan 熟了以后呢 你再加快速度 have a good wan have a good wan have a good wan 现在 我们在 have a good wan的前面 再加上一个词 ok 后面加上 豆号 这个时候 注意 have 这个字母 h 变成了小写 后面 仍然是句号 这样 它的意思就变成了 好吧 祝你今日愉快 祝你今日愉快 这个时候怎么说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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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a good wan have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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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good wan good wan have a good wan ok have a good wan ok have a good wan have a good wan ok have a good wan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Jay和Tom之间的对话 我先慢慢地朗读一遍 Hey, how is it going, Tom? C mode, C mode Hope your day is better today Thank you, Jay How have you been? So-so Okay, have a good one 好,我们看第一句 Hi,怎么样, Tom? 注意,第一次向别人打招呼 这个时候,语调用声调 Hey, how is it going, Tom? Hey, how is it going, Tom? 没啥事儿 C mode, C mode C mode, C mode C mode, C mode 希望你今天过得很好 Hope your day is better today Hope your day is better today Hope your day is better today Thank you, Jay Thank you, Jay How have you been? Thank you, Jay How have you been? 注意,为什么这里用了声调呢? 因为他的后面又接了一句话 所以,这个时候,往往用声调 Thank you, Jay How have you been? 一般 So-so So-so 好吧,祝你今天愉快 OK, have a good one Have a good one OK, have a good one OK, have a good one 好,我们再来一遍 Hey, how is it going, Tom? C mode, C mode Hope your day is better today Thank you, Jay How have you been? So-so OK, have a good one Have a good one Have a good one 现在,我们把中文去掉 你就是其中的 J或者是 Tom 来和对方进行对话 Hey, how is it going, Tom? C mode, C mode, C mode Hope your day is better today Hope your day is better today Thank you, Jay How have you been? So-so OK, have a good one Hey, how is it going, Tom? Tom, C mode, C mode, C mode Hope your day is better today Hope your day is better today Hope your day is better today Thank you, Jay How have you been? So-so OK, have a good one Okay, have a good one 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是不是非常简单呀? 好,我们接着看 It's your turn now 现在该轮到你了 Hi,怎么样, Tom? 在这个页面 你稍微停留一下 感觉一下 应该用英文怎么说 Hi,怎么样, Tom? Hey, how is it going, Tom? Hey, how is it going, Tom? Hey, how is it going, Tom? 没啥事儿 C mode, C mode C mode, C mode C mode, C mode 希望你今天过得很好 Hope your day is better today Hope your day is better today Hope your day is better today Thank you, Jay Thank you, Jay How have you been? Thank you, Jay How have you been? How have you been? Thank you, Jay How have you been? 一般 一般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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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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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祝你今天愉快 Okay, have a good one Okay, have a good one Okay, have a good o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